隔了2個禮拜沒有做特色書爆了 結果大家都有了大進展了嗎? Kamen Rider 禮拜士 一個階段結束了 Gikai Sendai Zenkaijia 也在主線上有中塔突破 居然還有更加突破性的發展 大家好 我是米甘 不論是對動畫、漫畫、遊戲、特色這類 ACG相關話題或作品的評論與推薦 有興趣的話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也歡迎加入頻道會員 前2個禮拜因為一些原因沒做特色書爆 還是來簡單說一下 特色書爆是每個禮拜的劇情分析與吐槽 包含目前的三大特色 當然Kamen Rider 禮拜士 第一階段的總整理還是會做影片 畢竟一個階段一起看 還是會有不同的觀點 而隔了2個禮拜之後 三大特色又有何進度呢? 我們一樣就來一邊回顧 一邊來看新進度吧 這一次的三大特色中 東鷹部分同樣又在劇情上有了重大推進 Kamen Rider 禮拜士 可以算是一個階段結束了 Gikai Sendai Zenkaijia 也是一個事件階段結束 但又緊接著另一段鋪陳 至於烏魯托拉曼 托力嘎的部分嘛 用心去感受就好 那麼首先我們還是同樣 從Gikai Sendai Zenkaijia開始 先來談談前兩個禮拜的劇情部分 從上次的結尾能得知 Stacy因為知道了與親人對抗的痛苦而哭鬧 並且在那之後一樣有意的幫助站對方 開頭這邊同樣的 一邊想要奪回Hakaijia 也就是她爸爸的意思 一邊又會去在意Stacy 就連得知了Stacy有危險 還特地帶Hakaijia前去營救 解救完之後還直接把兩人放著 自己回去拯救世界 而這點也讓Stacy對開頭的想法開始改變 戒賊部分的話 Zox因為與開頭長期相處 逐漸的有好感之下決定幫他 尋找讓弟弟恢復的方法就慢慢來了 在那之後 敵方組織給了研究員一個強化配件 強化了Hakaijia的洗腦改造與身體改造 不僅對於機械帝國更加的忠誠以外 就連原本Hakaijia時的個性以及記憶都消失了 變得與其他機械幹部一樣自私之利 Stacy看著這種狀況 於是將裝有Hakaijia資料的光碟給了戒賊 也成為了他們破壞Hakaijia洗腦的關鍵 最終擊敗了Hakaijia與她變成的機器人 痾...Hakaijia完全洗腦變成強敵這段 還有變成巨大機器人這段 只有一集就結束了 痾...對... 然後開頭的爸爸也成功的就回來了 就這樣來到了這一集 這一次的怪人簡單來說就是掀起宗教戰爭 以往不論是哪個國家對於自己喜歡的食物 都會有非常的堅持 就連什麼東西要怎麼吃或加什麼都會有爭議 這一次就掀起了烏龍麵與蕎麥麵的戰爭 受到攻擊的人會與他人爭論哪個比較好 不過這一集的劇情主軸 還是在Stacy與開頭父子身上 在開頭父子這邊 Maba對開頭身邊的夥伴相當好奇 並且也對許多未知的歷史與技術非常的有興趣 但這樣一直與其他人聊天反而沒有與家人互動 同時開頭也對著身為哈凱莎的爸爸 脫離了洗腦讓Stacy又恢復成一個人這點 感到愧疚與不捨 也在後面父子對話之下了解了 爸爸從開頭的夥伴身上 了解了兒子身旁的朋友與自己的兒子過得如何 並且提到了對於自己不記得的人 當然不會有感情 這也對應到了他在被洗腦時對開頭的態度 即使是有感情的 但對不認識的人自然不會有任何想法 所以現在對Stacy也是如此 但真正擔心Stacy狀況的人是開頭 那應該開頭要去成為Stacy的夥伴 等等這段怎麼感覺有激情啊 這也讓開頭有了幫助Stacy的想法 在事件結束之後 爸爸發明了穿越平行宇宙的機器 決定去尋找媽媽的行蹤 臨走前還給了開頭一個新的齒輪 也就是下一個戰隊 打廣告那麼早的嗎? 下一集還會被召喚出來 另一方面敵方組織的部分 研究員因為作戰失敗又被處罰 但他想到可以將鍋甩給Stacy 轉移受處罰的對象 大家都只想著名則保身了 以現在來看Stacy可能會受到洗腦改造 成為像之前哈開薩那樣的改造戰士 不過又能維持幾集呢? 敵方組織內的幹部又要等到何時才會自爆呢? 那隻鳥GaGa的真實意圖究竟是什麼呢? 在這段期間時常做很多挑剝離間的事 好像也掌握許多真相 也掌握著極切帝國的主導權 雖然換了聲優後個性也變了 但他究竟有沒有可能是最終BOSS呢? 還是其他世界來的呢? 然後爸爸就這樣回來一集就走了 要一家大團員大概要等到結局了吧 接下來是 之前妹妹承認了自己的軟弱放出了耳魔後 成為了Carmen Rider 在基地被入侵並且Iki獲得強化形態後 或是發現了背叛者就是施令這件事 就如同我之前猜測那樣 施令被怪人消滅之後並取代 而且是一開始就已經取代掉了 不過這怪人的力量也太強了吧 手一揮人就不見了 雖然知道了背叛者是施令 並且他想偷走藏起來的初始印章 或是還是在看著廣山的絕望表情之下 把初始印章給了變色龍 但很正常的黏了追蹤器 而敵方組織那要擠滿6人祭品召喚始祖惡魔 在一名幹部的告知下 得知了Akirela也是祭品 同時也揭示了Akirela的過去 從有記憶以來就一直待在教團的她 在從小的教育中就被教導著 她要成為始祖惡魔的新娘 因此對於她來說 惡魔組織與始祖惡魔就是全世界的真理 就算被告知要犧牲生命 成為龍器也無所謂 然而就在即將要成功復活始祖前 Phoenix就闖入了進來 阻止了儀式 並且在三兄妹的合力之下 破壞了惡魔組織的基地 阻止了Akirela成為祭品復活始祖惡魔 在這場戰鬥中 兩位成為祭品的怪人 也就是之前的醫生和律師 在被騎士梯擊敗之後 並沒有分離出來 而是直接消滅變成虧 Akirela對於儀式被破壞非常不高興 也痛恨跑來搗亂的眾人 於是使用了印章正式成為了怪人 惡魔組織三名幹部分裂 一名想要利用始祖達成自身征服世界的願望 帶著變色龍正式背叛了Akirela並逃跑 而一心為始祖惡魔奉獻的Akirela 則與她的謎弟 另一名幹部一起逃離 始祖的封印十項被博士帶回去研究 就來到了這次的集數 這集發展速度也非常快 這邊就簡單帶過 因為妹妹成為騎士這件事 媽媽非常反對 所以媽媽把腰帶藏起來 但馬上被爸爸拿出來 廣山成為了司令 但說的話 博士好像都不想理 而且廣山的身體似乎出了一點狀況 雖然聖誕節已經過了 成為司令的廣山 利用自己的權限 說服了媽媽接受妹妹成為卡麥拉打戰鬥 與武士蘭一家討論防範變色龍的對策 讓爸爸到Phoenix醫院檢查腰痛 變色龍就這樣想要像之前潛入Phoenix那樣 潛入武士蘭一家司機對付他們 於是變成了媽媽蛋來不及消滅她 又馬上被識破 中了Phoenix的圈套 在三兄妹合力之下消滅了變色龍 而博士發現十足惡魔的石像有心臟跳動聲 以及爸爸的檢查報告中沒有看到心臟 惡魔組織那邊分裂成兩方 背叛的幹部可能又會找到新的容器 這一集雖然進展稍微有點快 但在鋪陳與轉折部分都還算是能接受的範圍 節奏算是拿捏的不錯 戰鬥部分與笑料也都處理得很好 媽媽也展現出自己兒女控的一面 惡魔組織那邊也真正展現了三位幹部的想法 一位是為了達成自己的野心 一位很純粹的是教育影響 全心為了始祖惡魔 一位則是為了自己仰慕的 Akirela 反而Phoenix這邊 是令身亡而換了廣山上去 但不知道博士的動機究竟是什麼 廣山的身體又可能受到腰帶的副作用影響 演員之後可能也沒檔期了 是否會出事呢? 從下集預告來看又會有劇情的大突破 新的騙錢玩具出那麼快 而這一集最後的收尾又是一個重大的鋪陳 那就是熟客一家的問題 妹妹在晚上又跑去熟客一家 不只看到裡面沒有任何生活的痕跡 還發現有一個神秘的地下室 而且還有可能是熟客一家人引誘她下去的 熟客一家可能和惡魔或博士有關聯嗎? 爸爸有可能就是始祖惡魔嗎? 然後接下來就是 烏魯托拉曼-Toriga 簡單來說就是 暗之巨人因為前面的幻覺挑撥起了內訌 Ignis成功逃獄並抓走了女主角 想藉此獲得強大力量得以復仇 並給防衛隊一個阻止她的機會 最後她使用Toriga Dark的力量 以及從主角那得到的強化力量 成功復了仇 然後暗之巨人的內訌 也在Kalumira的獲勝下 剩下兩位暗之巨人 老實說許多的發展上還是非常套路 並不是說情節很套路公式化 而是太多的意外性湊成的情節轉折 那些意外性又是套路性的必然 總之就是看完之後會感覺哪裡乖乖的 每個人的對話上也是有種濃厚的套路感 但說真的 打戲真的很精彩 還是建議不喜歡劇情與互動的人 看看打戲吧 以上就是這禮拜的三大特色總結 讓我們期待下個禮拜的東映特色吧 那麼這支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的話可以分享訂閱以及加入頻道會員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提出建議以及討論 那麼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